让家长鱼记犹存 有家长在网络上气愤的po文说 带着四岁女儿到新北市中和的这家百货公司 来参加超人气卡通粉丝见面会 好 不过当时因为涌进了大批的粉丝 超出主办单位的预期 没有做好管制 结果推挤却造成了舞台旁边的音响倒了下来 还砸中女童的头部 导致肿胀送医 事后主办单位道歉 并表示将加强未来活动规划 主持人带动气氛与台下小朋友们互动 两帮还有他们最爱的汪汪队超人气成员 小朋友们见到偶像兴奋到不行 剪刀 一起大喊剪刀石头布 现场气氛来到最高点 大家都在想到底是谁赢了 不知不觉一直往舞台方向挤 结果惨了 大家太热情 把立在舞台旁的大型音响撞到 直接砸中一名四岁女童头部 工作人员这才急忙地把音响扶起 经济协助送医 女童头部肿症实在令人不舍 第一个就往我女儿的头上砸下去 然后她被砸到就倒在地上 然后就开始大哭 新北市中和这处百货公司 29号下午3点多在一楼大厅举办 超人气卡通汪汪对立大功见面会 小朋友们太热情人数超出预期 家长就质疑 现场的音响器材没有放纱带加固 实在危险 他们就没有好好控管那么多的人数 公司也没有控管好 虽然周围都有工作人员维护现场秩序 但音响倒下的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 百货公司表示事发当下立即协助女童送医 未来活动上会再加强动线的规划 事后的协办单位也表达了关心送上玩具大礼 卡通见面会变成一场惊魂祭 小朋友恐怕留下阴影 记得网上冯浩宇新北长官报道